來,這一塊看起來呢,是一般的琥珀 其實呢,這個是帶紅皮的多米尼加藍破 這邊開了一個窗,有沒有看到? 但是氧化的很嚴重 這件東西比較麻煩的是呢 上面頭,這邊有黑色的雜質 那這個要把它切掉就變很小一塊了 上面變這麼小一塊 那怎麼樣讓這個黑色的雜質避開 不要這麼影響到這一塊琥珀 這個看起來拋光出來會很漂亮 多米尼加頂級的藍破 我們想辦法好不好,先去一下皮 哇,磨到手了還好,沒關係 磨,石頭磨到手很正常 就當去做指甲 不要瞎掰好嗎 那這一件非常的藍,看到了沒有 通常這種,所謂的藍破綠破啊 就是因為呢,這個 之前火山噴發,把藍綠色的物質呢 滲到琥珀裡頭 它就會呈現這個非常漂亮的藍色 有沒有看到 很難得,待會拋光起來會更漂亮 那問題是呢 它內含物多 藍破,藍破要藍要透是非常困難的 這塊的凹洞凹坑太多了 所以這邊一個洞 這個大洞 這個比較平,範圍比較大 這邊小小一個洞 好,我換切具好了 讓它削一刀 這邊削一刀 這邊再削一刀 好不好 好,現在這個形狀大致完成了 想辦法做成一個很順的墜紙 從這邊打個孔 可以變成最漂亮的藍破墜紙 好,我們現在呢 去用砂輪出膜 先用400號的讓它出膜 這個痕跡都過了 之後呢 我們用手細膜 800號到1200號的 好,我們現在這個 剛才呢 切過了 砂輪磨過了 這個400號的砂紙 也用這個砂輪基膜了 我們現在用手磨 因為要細部 確定它每一個邊邊角角 不同方向的這個紋路 都可以細磨掉 所以我們採用呢 800號的砂紙 我們觀察磨之前跟磨之後 那這個呢 要切記呢 它的這個水 要用同一盆 待會呢 換水的時候 換1000號的砂紙 水要換 不然的話 800號的砂紙呢 會跑到1000號的水裡頭 你永遠都夢不亮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要再帶一個Pepl 用手這樣子 把它當作一個 一個介面 這樣子 它才會每個細節呢 都磨出來 它有泡光才會亮喔 所以琥珀呢 很軟的 大家呢 硬度只有2到2.5 這家家裡呢 可以把家裡的琥珀重新拋光 或把家裡掉到地上 破掉的琥珀呢 重新研磨拋光 是很簡單的喔 好 紙上面有金剛砂 這道程序呢 也大概就是 三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所謂的 看到沒有 這就是什麼 就是金剛砂跟琥珀 磨出來的東西 磨出來的東西呢 你要呢洗掉 看到沒 讓它是乾淨的 好 我們再一次 重複做鋼的動作 再一次 直到磨到呢 這個呢 上面沒有這個白色的粉末 為止 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要換下一道手續 這道手續呢 我常跟大家開玩笑 你的手會越磨越細 因為你在磨的時候 都會磨擦到你的手 越來越細 我們現在洗乾淨了對不對 我們換成新的水 要用 來看到 1200號的沙子 越來越細了 你看我的手也越來越細了喔 又咪咪喔 我們現在呢 磨出1200號的時候 你看它的粉更細了 有沒有看到 好細 非常細的水 每一個面 你剛磨的面 全部都要帶過 好 它的 越來越細了 好 同樣的 我們重複兩次 再一次 待會我們的即將呢 就可以拋光了 經過呢 切 粗磨 細磨 拋光 最後會變成幾公克呢 來 你看一下 我再磨都磨不出 有沒有看到 細白色粉末 代表呢 已經差不多囉 我們看一下 哇 來自多明家 漂亮的3A 頂級的藍波 你看一下 太美了 好 我們現在一樣呢 就可以用拋光粉 然後 我們現在拋光了 各位有看到了嗎 哇 太美了 有沒有看到 來自呢 多明家頂級的3A 紅皮的藍波 你在這樣照光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好漂亮喔 那翻過來呢 哇 接下來我們要打孔喔 然後呢 做成墜子 好 我們現在要到最後的打孔 關鍵打孔的時候囉 哇 16.26 你猜對了嗎 我們27公克 然後呢 切磨拋光之後 變成16.26公克 然後我們剛打好呢 這個 墜頭的藍波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呢 金宮寺 找一個 事宜的墜頭 我們把這個呢 把它扣上去 來經過呢 切割 出磨 金剛沙輪 從那邊 切磨到拋光 我們這一間呢 非常漂亮的 來自多明家的藍果珀 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有沒有非常漂亮 一件作品啊 小姐 小姐 小姐